国内又有机师确诊 染疫的是一名长荣航空的外籍机师 他在这个月13号飞往美国的洛杉矶 返台后军检期间 又在被派飞前往美国安格拉治 最后是在执行5加9检疫 第五天期晚前采检阳性确诊 虽然这名机师他已经打过了两剂BNT疫苗 但是还是发生了突破性感染 指数中心推测 有可能是在直飞美国期间染疫 机师工会也喊话 希望拘检期间不要派飞 也避免机组人员之间交叉感染的风险 机组员执勤在疫情期间穿梭各国 染疫风险大增 如今又有长荣航空外籍机师确诊 他在这个月13号飞往美国洛杉矶 17号返台 接着拘检期间又在派飞前往安格拉治 直到22号回国 虽然这名机师曾在今年4月和7月 接种过两剂BNT疫苗 但在他回台执行5加9检疫 第五天期满前 裁检还是阳性 初步裁检结果第一次CT值29 第二次28 打疫苗产生的S抗体呈现阳性 代表疫苗还是有保护力 而染疫所产生的N抗体 则为阴性显示刚感染不久 急性期的一个感染 推测比较有可能还是在最近这一段 就是飞美国外站或者在航程 或什么群中感染到 又有机组员确诊机师工会喊话 希望拘检期间不要派飞 也避免组员之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因为它也是属于连续派飞的这种情形 那不仅飞过了很多不同的机场 那也跟很多不同的组员一起交叉派飞 如果现在不能够保证说 那乘客是否登机前他是有感染 机组人员当然工作风险是高的 那还不如说让机组人员 他们有完整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不过指挥中心说 目前不会更改机组员居检措施 对此长绕航空也表示 经过内部调查 这名机师在台居检期间 都有严守规定没有违规情势 会配合进行疫调 不过机组员执情和防疫间的矛盾 恐怕短期内都是无解难题 记者综合报道